旅美棒球好手張靖德 去年因為傷勢困擾 直到七月才復出 整季打擊率不到兩成 新球季在還沒有 獲得合約的情況之下 選擇先跟著富邦漢將 在高雄春訓 這台位十足的春訓經驗 有什麼樣的收穫呢 以前這時候就是 已經回美國了嘛 就回美國春訓 可是今年就是第一年 留下來在台灣 跟他們一起春訓 覺得就是體會到不一樣的 孫訓環境吧 去美國之後就沒有這樣子 這樣子跑體能這樣 我覺得因為訓練量 真的是很大 我覺得就是自己可以 就是完成 然後現在身體狀況 就是越來越好 然後就是覺得自己越來 練起來沒有說 像第一天這樣特別的累 跟著漢將球員 一趟趟跑著體能 不只讓張靖德的身體素質 比過去更好 日前對上中興兄弟的熱身賽 代打 敲出拳雷打 顯示打擊狀況 也持續加溫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 今年的六搶一資格賽 張靖德是否有參賽意願呢 就是很想要打 如果真的合約這部分 沒影響到的話 就是一樣 就是以經濟公司為 幫我就是繼續找 就是希望就是回美國這部分 就是如果美國那邊有機會 但是能夠回去這樣 目前還是自由球員的張靖德 若能夠在六搶一資格賽中 複製去年十二強 再攻守兩端的影響力 打出身價 不但能夠成為中華隊 在爭奪奧運門票過程中的 重要角色 也能夠讓自己有更多機會 被其他球隊看見 將職業生涯繼續向前推進 未來體育新聞 山上李優謙高雄採訪報導 大視 TON 唐歐 高雄採訪